音樂定規則製作 Hello 我是Yakak 今天會講一下澳洲買自住樓和買投資樓的分別 主要會用一個例子講一下現金樓 購買成本 首期和貸款 還有稅務優惠等四方面 一般买家购买住宅房产时 通常是用来自住或投资 自住楼 一般是指买家买了房子后自己会住进去 而投资楼 一般是指买家买了一层楼回来是用来收租的 根据CoreLogic的数据显示 大约四分之一的澳洲房产是投资楼 而不是自住楼 这是2021年3月 各州的投资者对于房屋贷款的需求佔比 最低的是北领地只有13.3% 而最高的是新南威尔士州 约有31.5% 我们有提供优质性价比的住宅 例如租金回报较高 又或者空置率较低的房产 还有各类房产投资组合 和澳洲房产信息 有兴趣的话可以PM我IG 或Facebook page查询 联络方式在下面介绍 在讲买自住楼和投资楼的分别之前 先讲一下租房投资 Rainvesting的概念 在澳洲各地 租房投资是一个正在增长的趋势 租楼投资即是买家住的地方是租的 而同时 他在另一个地方 就买了一层楼去投资 租楼投资者有可能是首次置业者 也可能是拥有多个房产的业主 这个策略其实也挺常见的 因为买家买投资楼的贷款能力 一般是高过买自住楼的 财务机构在衡量贷款者 上还贷款的能力的时候 通常是会考虑租金收入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适合投资的地方或物业 买家是未必喜欢住的 而喜欢住的地方 投资潜力又不一定是高 而且手头上都未必有充裕的资金购买 根据202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若有53%的受访者 会考虑将租房投资 作为自己的房产投资策略 现在我们就讲一下 购买自住楼和购买投资楼的分别 买家 尤其是首次自业者 进入市场的时候 是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买自住楼和投资楼 它们分别的优势 首先就讲一讲 先买自住楼的优势 第一个就是根据情况 有可能获得印花税的优惠 又或者假面 又或者政府的特别补助金 和通常可以准备较小的首期 贷款的percentage 可以高过90% 但如果首期太少的话 是有机会需要支付额外的贷款保险费 还有就是自住业主的贷款利率 通常会低一些 当然根据需要 是可以为房子进行翻身 又或者装修的 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 有strata title的物业 即是要交管理费那些 尤其是公寓 装修自己的房子 可能都是要向管理署申请的 有时候连铺块地板都要 还有就是会比较稳定一点 不怕会被租楼的业主要求搬屋 之后就说说投资楼的优势 第一个就是有比较好的还款能力 包括房屋的租金收入 从而提供借贷能力 之后就是可以享受自住业主 没有办法享受的付购税 以及折够带来的税务优惠 还有就是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喜欢住的地方 同时也可以在回报好过居住的地方 投资买楼 当然也可以在澳洲各地 选择更好的区域 以及选择房产增长周期的投资 也可以选择更好的可负担房产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往往可以较早进入楼市 实验未来的资本增长 现在就用一个例子 对比一下买首次置业自住楼 以及买投资楼的分别 租是澳洲公民 年收入是8万澳币 他有10万澳币存款可以拿出来买楼 考虑用50万澳币 在Brisbane买一栋single contract townhouse 我们现在就来计算一下 讲讲购买成本 楼价就是一样的 都是50万 印花税方面 在这个case来说 首次置业自住是可以享受印花税减免 这个其实减多少 申请条件是什么 每个州都会有些不一样 投资楼的话就没有这个优惠 律师费 贷款费 和其他费用就当是一样 购买首次置业的自住楼 是可以获得这个补助金 买投资楼的话就没有了 总购买成本在这里 买投资楼的话 购买成本会高一点 之后就讲一讲 首期和贷款有什么分别 这个是买家可以拿出来买楼的钱 贷款价值比 自住那边是78% 这个数字是怎样出来的呢 其实是将上面列出来的其他所有支出 都计算在这10万元里面给 同时也将补助金放在这里买楼 投资那边也是将上面列出来的所有支出 都是用这10万元来给 计算出来之后是不够20%的首期 所以就要给这个LMI 即是贷款机构抵押贷款保险 首期够20%的话 一般是不用给这个LMI 如果不够的话 就是可能要给 这里是将LMI 加在贷款里面一起去还 贷款类型就是 本息同还 做30年 投资楼一般会给自住楼的利率高一点 这里就是需要贷款的金额 之后就说说每年的现金楼 租金方面 自住楼当然是没有 而投资楼那边 就算大概是400元一个星期的租金 有3%的空置率 贷款利息方面 因为投资楼那边的利率是比较高 当然要给的都是比较多的 市政费、水费和物业费 两边都是一样的 物业管理费 即是找人管理出租物业费用 收多少管理费 其实每间公司都会有些不同 出租费 即是例如在real estate 网站上 post 广告去招租等等的费用 你买广告也是要花钱的 当然自住就没有这笔费用 保险这里说的是 关于出租有机会遇到的问题 的保险 年度现金楼方面 因为投资楼有租金 所以就会比较充裕一些 本金的还款 两者就差不多 接下来就说一下税务优惠 第一个是付购税 自住楼是不可以做付购税的 投资楼每年负数的现金楼 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折扣也只是投资楼才可以做 要做的话一般要找人出报告 折扣分几种 卖楼的时候 之前通过capital worth reduction 进行折扣减去的税项 需要在买楼的成本里面减去 而买楼的时候 增值部分是需要交税的 这些多出来的费用 是需要加入资本增值税里面 有人可能会问 之后会减回的 那现在做不做折扣好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做的 因为钱其实一直在贬值 长期的话都是会有通胀的 今天的100元 十年后 它的价值应该少于100元 所以当然 现在到钱线就比较好了 好 继续讲下去 贷款费 即贷款的保险 投资楼那边是需要付的 之前解释过 然后就是给会计师的费用 就是计算刚刚那些全部的数字 自己计算就会比较麻烦 总扣税额自住楼是零的 投资楼的话大概有14000元 租的年收入其实是8万元 这个是要交税的 以这个收入要交的税款就是这个 新的认税总收入 自住楼那边就是没有任何可以扣税的项目 所以数字是一样的 而投资这边有大约14000元可以抵税 所以应缴税的总收入就会减少了 所以当然要交的税也是减少了 加上是折省了大约4700元的税款 好 现在就到这个 每星期的现金流总结了 租金收入方面 自住楼固然是没有的 投资楼那边就是计算 每星期租金大约400元 减3%的空置率 再平均回来就是大概每星期388元 房产费用 折税额 本金还款 其实之前也计算了 只是把数字按每星期计算 每星期的现金流方面 租每星期是需要花大约453元澳币 在自住的房产上 如果是购买同一套房产作为投资的话 租每星期只需要花86元澳币 假设租是一个租房投资者 投资的同时 要每星期400元澳币 在自己喜欢的地方租了一个地方来住 这样的话 比起买自住楼 他每星期是要给多33元澳币 但其实作为投资者 租是可以选择只是还利息不还本金 这样的话 现金流就会比较充裕了 通过先买投资楼 可以继续复合增长 租是有更大的机会 在不久的将来买到自己喜欢的自住楼 而同时又赚到被动收入 其实购买自住楼只是投资楼 是很取决于买家的人生阶段 和他预期的目标 两者都各有优点的 有问题又或者想查询的话 可以DM我IG又或者Facebook page 联络方法在下面介绍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 就记得给个like我和subscribe channel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